档案并且把它解压缩 里面的话有25个档案 也就是说全省的地址都在这边 三重的话呢 它有三重 而且包含林口 其实三重不只是三重地区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 那只是说它可能就是把它当个名称吧 就是等于是这一区的 全部都把它放在三重的这个档案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25个档案呢 我希望把它合并成一个档案 合并起来变一个档案 那合并的话要怎么合并 以前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不会跑回一圈的话 那你就什么 Ctrl C Ctrl A Ctrl C Ctrl V 贴贴贴贴贴 那大家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我们希望 那既然你学拍神 所以你要能够懂得怎么样 可以快速把它合并起来 然后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再把它分割的话 你可以再用拍神再把它分割回去 OK 你可以合也可以分 那怎么样快速的合 怎么样快速的分 当然方法很多 我强调 我是想到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 因为我可能拿到这些Data 那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想一些方法 当然第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图法炼钢 第二个前提是要用Python解决 OK 不过呢 当然我第一个想到说 我以前好像有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 不过我习惯以前 在DOS底下 习惯会怎么样 会打一些这个指令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在上方打个CMD 特别是这个路径打CMD的好处 它会自动帮你把 它的这个磁碟机的位置 还有到目录位置都会帮你带过来 那好处就是你直接打个DIR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目录里面的Data 全部列出来 那另外的话DIR斜线 加一个B的话呢 它是帮你把这个清单列出来 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以前我的习惯上 因为我常常就是 如果把那个目录里面的名称 全部帮我输出成一个 不是输出到画面 而是输出成一个TST档的话 那以前常做就是 加一个这个大语 其实就是输出符号 然后打一个DIR 点TST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不会有画面 可是它会帮你把 刚刚这些东西 输出到这边 成为一个DIR的一个文字档 那我其实如果我有这个的话 那我是不是说 可以怎么样 可以避开第一个名称 因为这个我比较合并 我从第二个名称开始 到最后一个怎么样 可以帮我把这个档名和副档名 前面再串接什么 它的实体位置 它的位置呢 我现在把它放在 这个C叠底下这一串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把串一个 串一个这个路径 那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开档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我假设已经DIR之后 接下来呢 我可以在程式里面 去利用什么 利用我们之前讲过的 就是呢 在用F等于Open 把它的路径到 这个路径的话 就是C叠底下的这一串 不过这一串我建议 有简单的方法 就是可以把它复制贴过来 我比较不建议你用打的 就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 把它贴到这个地方 后面的话呢 加上那个DIR.TAT 后面加上一个R模式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档案开启 那因为呢 这个是透过 那个Windows产生 所以它不用加incoding 一定不会有铁吧 所以不需要 然后呢 再把里面的东西 用Realize 把它整个读进来 也就是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List1里面 当然这个List1里面呢 当然会包含什么 包含 后面一定有个换行符号啦 然后也会有个DIR.TST 所以我要把它避开 那怎么避开呢 后面我用Range的方式 For I in range 从不要从0开始 预设从0开始 我从1开始 就避开第一个 到最后一个 OK 最后一个它是抓前面一个 所以刚好是抓到那个凤3 接下来我做什么呢 把那个目录串接给它 所以接下来我就给那个目录 然后呢 那个目录名称呢 在串什么呢 加上我抓到的这个第一个 所以这个抓到第一个的话 就是那个List1 把那个I放进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一个第一个 避开第一个嘛 所以基本上它会抓到三重 可是后面的话一样会有个问题 因为三重后面会有一个 这个换行的字源在这个后面 所以把它去不掉 所以三重带到这边来 然后呢 我把这个完整的字串 串起来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要说明一下 这边如果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你可以用加个小R 但是如果未来你会遇到什么 假设你有个串接 你会再跟其他变数串接的话 特别注意 小R这一招就不管用了 就变成说你这个地方就必须要 假设呢 如果你有那个反斜线的话 你就变成要两个反斜线 你就不能用这一招了 所以特别重要如果你有经过串接的动作 像这个是没有串接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串 也就是把这个路径加上三重带过来 然后把这个去掉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得到那个档案的位置 然后加档名嘛 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路径丢到open里面去 然后用R模式 把它怎么样 把那个三重那个档开起来 所以接下来下一行的话 那我就去开什么 开那个三重的这个档 把这个三重打开 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全部读出来呢 基本上我可以用F.read 特别是要不用点realize 因为realize是把里面每一行每一行读到一个串列 那你读到一个串列 你将来还要再去串接 太麻烦 你刚才讲 用read就可以了 read的意思是把全部读出来 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C里面是一个字串 也就把这些全部都放在C里面 它是会是一个字串 那接下来的话可以做什么呢 我再把它写出去 所以写出去的话呢 跟刚刚right很像 那我一样F.w.open 后面的话呢 给它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其实你可以复制上面这边 因为没有串接 所以前面加个小R就可以了 那我把这个串的档名 我取这样O好了 我全部合并了 那后面关键的地方就是加一个A A的话意思就是说 我是不是W模式 不是覆盖模式 而是什么 而是我把它串在后面 所以三重放到All 然后下来再放下一个 意思是一推 全部全部把它Rise出去 我特别注意 Rise的时候 我后面会再加上换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换行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呢 这个最后面 基本上呢 上面的每一行 后面都有换行 可是最后没有 因为不需要 除非说你手动 后面再加一个 不过你如果说这样看 看不出来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那个 一个叫Nordavit++ 的这个工具 这个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 按右键把它开起来 你会发现呢 检视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特殊资源 显示所有资源的这个选项 这有点像一个照妖镜 就是有一些特殊资源 假如说你要让它显示的话 我建议这个Nordavit++ 其实还蛮清楚的 它会在后面加一个CILF 有没有 其实就反斜线N吧 那你会发现最后一个 这个地方有没有 最后一个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那如果你串下一个的话 它变成它不会换行 它就直接串到后面去 所以会变成 如果假设我全部串完之后 没有加这个的话 它会造成就是下一个档案 假设我这个不加好了 不过我本来没有加 那我们来跑跑看好了 全部合并 最后的话合并完成 所以程式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它的结构 第一个是开启那个DIR 然后把DIR里面的那个 读进来之后的话 三重开启 然后写 开写开写 25个 所以基本上跑了25个 最后合并完成 那我这边先不加换好 我们来看效果 执行一下 它会自动先建一个O 然后把它写出 合并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O出来了 打开 然后呢会有什么效果出现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中立有没有 它没换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 最后没有 所以我可以有一个方法 加上一个什么呢 反斜线N 让它可以换行 再合并 不过特别注意 你现在如果在合并 你会发现 因为我现在模式是A 如果你在合并的话 它其实有帮你做完 可是它帮你做到哪里 没有办法往下 这边还在 它其实已经帮你做了 不过是会做到哪里 做到下面 因为A模式 不是覆盖模式 所以它会一直加 它不会档案 前面东西不会删掉 那怎么办 你可能要手动 可能要把它手动删除 OK 再把它合并出去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合并成功 看一下结果 这样的话 底下这个中立部分 中立这里就换好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一下 基本上的话 总共会需要 把它分成 其实基本上就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 我们产生一个DIR的档案 并且把它开启 用Realize读到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里面 当然就是包含 从DIR 从DIR.tst 三重.tst 它里面的档名 全部都放在这个串列里面 那再来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串列里面 取得档名跟副档名 那再分别用什么 用那个R模式 把那个里面的东西 读进来放在 这个字串里面 特别是 点Read的 它是放在字串里面 那再来怎么样 把它Write出去 到一个新的档 用A模式 记得最后 在FW.Write 记得 后面呢 请你再帮它补一个 就是换行 OK 那这样的话呢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它就可以帮我把 25个档案 基本上不到一秒钟 瞬间就把 把那个档案全部合并 到O里面去了 那如果说 你当然你的档案 如果越 不管你是25个 250个 2500个 其实呢 它一样照跑 而且速度其实也非常快 所以在档案合并上面 如果你懂得 用Python来做的话 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 OK 那第一个 不过现在是半自动 所谓半自动就是 前面DIR那个目录 我是透过什么 透过DOS底下 把它输出的 所以第一个动作 记得你要先到哪里呢 到那个 全职邮局地址这边 我先顶一下 打个CMD CMD Enter 这个一定要做 然后打一个DIR 什么DIR DIR指的是把 那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的 目录或者档案 因为 刚好目录里面 只有档案 所以它只会列 那个档案 然后斜线B 斜线B意思就是 我要精解模式 那你想说 怎么会知道 是斜线B 你可以斜线 一个问号也可以 DIR斜线问号 它会列出来 其中我看了一下 那个斜线B 这边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 单纯模式 我就知道 我用斜线B 当然未来 你有别的变化 你可以直接看 其实DOS还蛮好用的 DOS 另外的话 Pithon也支援DOS 也就是你如果在Pithon里面 你也不用直接 把它叫出来 你直接在Pithon里面 可以直接执行这个命令 也就是这个动作 其实我们后面会讲 你其实可以完全不用做 就是全自动 但是你可能要引用一个叫 OS的一个模组 OS里面有一个点 System 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System里面 把你要的命令 在DOS里面的命令 直接在System后面 去执行 也就以前 如果你习惯用DOS 好像以前蛮习惯用DOS 而且以前会写P字档 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就是Pithon 你有很多P字档 那你就是用Pithon 去执行很多很多P字档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外部执行 或者甚至呢 如果在Pithon里面 要执行外部的指令 或者外部的程式的话 比如说呼叫哪一支程式 去开启某个档案的话 其实Pithon能不能做 可以 OK 怎么做 也是一样 用OS点System 所以说可以 没有问题 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第一步 先半自动好了 这个半自动还蛮好用的 像我平常 蛮多时候 要输出某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的档案 用这一招就好了 试一下